早晨,吃點早餐了嗎? 神清氣上去的一天,不如就從音樂開始吧! 聽著美歌,接著接著拍《精精神音樂伴我行》 早晨早晨,歡迎收聽AM1450美國中文電台粵語台 現在收聽的是《精精神音樂伴我行》節目,我是譚敏妍 又到星期一了,休息了一個週末 回來的話,應該是精神飽悶地進入工作吧? 如果你問一些朋友,他們剛去完玩回來 或者剛度完長假回來 你會問他,你開心嗎? 他一定會回答你,當然開心 為何會這麼簡單,就可以回答你當然開心 因為在旅行的過程中,在玩的過程中 那種沒有負擔,而且沒有壓力的狀態 真的很容易令人達到一個開心、愉快、很歡愉的效果 反而知道,現在其實在生活上 很多成年人的責任比較多,壓力也會比較大 很多時候因為工作或者因為生活上的一些壓力 就經常活出了一種自己都不喜歡自己的狀態 我覺得人生其實只有煩惱而已,沒有什麼樂趣的 所以經常就會鼓賣拋塞,不開心的 其實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可以選擇開心地去過的 也都可以過得很美好的 關鍵就是看你自己怎樣看,怎樣去擺正這個心態 如果你每天都開心心,很樂觀,很正面地面對所有問題 問題永遠都不是問題 因為有問題一定有解決問題的辦法 如果你抱著一個樂觀的心態 可能開心,隨時隨時都會在你身邊 就像劉德華的這首《開心的猴子》 那種開心的狀態,真是值得大家擁有的 紫色夾雜灰色襯穿著T-shirt撐雨漏 思想放任衣衫今次不須多扣留 三宗富大膠標大像拉繩的布袋 街邊跳動開心開門七彩的馬鈴 夜,不再等候,別放手,不再要走 夜街,穿襲左右 令我熱熱烈烈,痛痛快快,只喝醉了酒 大雨落座,七彩雨漏,兩點像谷豆 十隻雀相,七彩雨漏的十歲馬鈴 夜淚降災,千斗去追,刺激快感受 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陰降幾冠酒 紫色夾雜灰色襯穿著T-shirt撐雨漏 思想放任衣衫今次不須多扣留 三宗富大膠標大像拉繩的布袋 街邊跳動開心快活七彩的馬鈴 夜,不再等候,別放手,不再要走 夜街,穿襲左右 令我熱熱烈烈,痛痛快快,只喝醉了酒 大雨落座,七彩雨漏,兩點像谷豆 十隻雀相,七彩雨漏的十歲馬鈴 夜淚降災,千斗去追,刺激快感受 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陰降幾冠酒 靠近藤 NASまだ奥を信じて 超粗強 interestedくない アイツが流行い WINGERSE やめっちゃ大良 NAS eben Women's Not Date アニーゴ アニーゴ ガルー アニーゴ アニーゴ ガ 夜不再等候 別放手 不再要走 夜街穿插座誘 令我熱熱烈烈 痛痛快快 只可醉了 atau 大雨落在 七彩雨漏 两点似谷斗 十只雀伤 七彩雨漏的十岁猫 夜里当在 尖东去追 刺激快感受 站在路上 一起在歌 饮干几罐酒 大雨落在 七彩雨漏 两点似谷斗 十只雀伤 七彩雨漏的十岁猫 夜里当在 尖东去追 刺激快感受 站在路上 一起在歌 饮干几罐酒 大雨落在 尖东去追 刺激快感受 讲到 其实要开心 也不是太复杂的事 亦可以甚至说 开心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肯放下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 当然就是你的一些固有的想法 比如 你觉得自己不够好 如果你经常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话 就算你将每一件事做到更加好也好 你都还会去苛求 可以甚至说是 吹无求疵 因为 你每次都希望今次更好 而这样无形之中 就会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压力了 但其实 你现在做的事可能已经非常好 而且真的不会比别人差的 那你怎样可能经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呢? 而因为你经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你就会觉得 身边没有人懂得欣赏你 没有人给肯定你 又或者 你在做一件不是真的自己那么擅长的事 你不自觉地产生一些自卑感 总是觉得 哎呀 这件事不是我专业的 那我做出来 是不是很差呢? 会不会被人笑呢? 其实如果你能放下这些成见 自信一些 你可能会发现 其实自己身上 亦有一些人没有的优点 这样的话 你就会觉得 自己其实都很优秀的 有这样的心态 相对来说 常常觉得自己不好 就一定会开心很多了 是不是? 有时做人真的要有点小小阿Q 精神的 但说不话 就有人爱上你这样傻呢? 送给你 李细欣的这首歌 爱你这样傻 幻想念 李细欣的这首歌 爱你这样傻呢? 因为我幻想念 你不自觉涮小的 Zither Harp 爱你这样傻呢? Dither Harp 爱你这样傻呢? Aa... 我当然 碰你这样傻呢? Zither Harp 爱你这样傻呢? 做人多了你不自觉 爱你这样傻呢? 为着你不自觉 爱我也去多 Aaora 为着你不自觉 爱你这样傻呢? Oi 买你自己不自觉 适常不自觉 爱你这样傻呢? Aora 我也去多 心中的爱火 再碰上你之后 早晚再度原谅我 人在这空间走过 人如前爱记得 未到发生千钟不清楚 仿佛小说中 未到了最后 不知一生会怎么过 想你这样傻 想我这样傻 竟然传出爱情 像世事并无不可 若爱已是傻 悲哀已是傻 多情何必顾忌 仿佛小说中 未到了最后 不知一生会怎么过 想你这样傻 想我这样傻 竟然传出爱情 将世事并无不可 若爱已是傻 悲哀已是傻 多情何必顾忌 以世上极难渣 而不知一生可 像你这样傻 像我这样傻 竟然传出爱情 像世事并无不可 日爱亦是傻 悲哀亦是傻 多情何必顾忌 而世上极难找 痴心亦是傻 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 其实亦是被旁边的人或事影响 有时常人的一些价值观 可能亦一直在影响我们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和发现 一些被古人认同的价值观 其实现在已经不适合 在现今的社会上去运用 不过仍然有很多人用这些价值观 来批评那些不跟随这些价值的人 如果你因为这样而烦恼不开心 代表其实你更清醒 好事 证明你有自己的主见 你要记住 每个人 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 一个价值观 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 包括你自己一样 你对每一件事 都可能会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但你就千万不要试图 将你的观点 强硬地加在别人的身上 要别人一定要跟你的观点去做 也都不需要被别人的价值观 或者别人的观点来绑架自己 一定要根据别人的观点去做 如果你能够放下这件事 那你是不是觉得会开心很多 不会经常这么烦恼和糾结 其实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们身边在生活上 经常会遭受到各种不同的批评 这个人生过程中是必经之路 其实接受批评也有很多种方法 有些人就会听了它之后 左意入右意出 当没有事发生 另外一些人就是听了之后 屈住在心里面 经常觉得他这样批评我 是真的我不对 一直在自我检讨 不是说自我检讨不好 但是有时很多东西 你一定这样将它摆在心里面 一直屈住不放出来的话 有时真的会自己屈自己 何来开心呢 你其实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应该相信自己可以接受批评 找到自己不足之处 然后就去修改它 但是对一些恶意的批评 专闻事的批评 你是真的可以完全忽略它 如果你真的能够将这些东西都放下的话 那开心当然也会经常在你身边 因为是真的突然之后 我把你心里的批评 你说的这些东西就想都要 又为我又再到暗中汤泪 我不想留下你的心空虚 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 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 你可知谁今生归去 你与我之间有谁 是云是静是同真还是意外 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 诗人诗唱诗寒冬藏在眼内 有日有夜有话水无法等待 盼望我别去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 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 盼望你嫌疑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 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 我未可知谁今生归去 你与我之间有谁 是缘是情是同真还是意外 有泪有女有趣有苦着还有忍耐 诗人诗唱诗寒冬藏在眼内 有日有夜有湾水无法等待 Zither Harp 多小钟秋空已改 多小几句白面爱 多小唏嘘地你在人海 是缘是情是同真还是意外 有日有趣有苦着还有忍耐 是人是唱是寒冬藏在眼内 有夜有夜有湾水无法等待 指出今日事顶者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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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欣赏过Beyond的一首情人之后 继续回来我们精精神音乐伴我行 说到开心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摆正心态 将很多事情放下的话 开心就自然常伴 其实有时有些人真的太看重自己 将人家的看法加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其实是活得很辛苦 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比较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 你根本是不需要担心 人家对你是怎么看的 你的生活是你的 你想开心的话就做自己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你也要明白 其实大部分人 真的不是将你看到那么重的 很多多余的担忧 其实你就会转变成自己的负担 明明可以很开心 放下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是要把他抱上身 这样当然就不会开心 但如果你将这些多余的忧虑 变成提升自己的专注力 这样可能你就会活得更加自在 如果说到开心 还有一件事就是不要攀比 因为在社交媒体存在的现金 很多时候我们就很下意识地 将自己和别人来做一个比较 比如样貌、年龄、身材、财华、工作、收入 甚至伴侣、子女 听起来是否真的觉得很可笑 但很多人每天都在做这些可笑的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长期下来 当你有了比较 自然意见 要么你就太过优越 要么你就有自卑 这样的一种比较 其实有没有必要呢 我们身边总会有一些 看起来比我们觉得更加好的人 这样不代表他真的好 因为有些他不好的地方 我们不一定看得到 那么与其羡慕别人 不如将精力用在享受生活中 是否会更加好呢 不要跟别人去比较 你可以跟自己去比较 每天进步一点 每天开心一点 这样的生活 才值得我们拥有的 一杯黑咖啡 一天登役 一天登役 夜半三点滴空走平 统统不作识 不作一世 共我观夜情 一生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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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俩一生俩俩 适我自豪 用这生意味 轻轻把你伤 碎说不议 但我最爱这梦境 可否抗我知 一切安好 活得道气 轻轻把你伤 把你傾听 自制送个百个梦境 管不得究竟 真正开心 或假告喜 愿你一生 没爱上 愿你终于找到 自己方向 若有不开心 便找我 别要孤单的独障 将爱上 全交给我 完全不需要我偏强 作曲 李宗盛 愿你一生 没爱上 愿你终于找到 自己方向 愿你终于找到 自己方向 若有不开心 便找我 别要孤单的独障 别要孤单的独障 将爱上 全交给我 愿你终于找到 自己方向 完全不需要我偏强 知不知道 离开的地 完全不需要我偏强 旺爱琴的一首 抹结果的 一些感情 其实也教识我们 对于一些没结果的感情 如果你能放下 淡然处理 将这些不开心的东西 放下 忘记 那你就会觉得开心一点 说到开心 其实真的很简单 古人就有说 知足常乐 其实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包括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的伴侣 你的子女 你的亲人 都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 那别人羡慕都来不及 如果抱怨太多 只会令生活更加举步为奸 那不如试试发掘一下 你身边的人和事物的好 并且学会感恩 那就是对你好的人 知足的人才可以越活越开心 那如果你能够处于一种乐观的状态 有时虽然生活会给少少波折和失望你 但是如果你能够很快地去调理自己的心态 令到失落的时候 不会消沉下去 不会停下来 而是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去调整自己 更加上进 那你就会一直处于一种开心的状态 其实真是开心不难的 难的是如何说服你自己 改变一些心态 只要放下一些想法 放下一些固有的认知 我们就可以快活似神先的了 那也在这里祝愿大家 开心熟乐 那今期的精精神音乐半个行 也到这里结束了 多谢你的收听 我是譚愿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AM1450见 拜拜 拜拜